听学行走 文化感悟 听世界世界 张仪的忽悠很成功 陈诊的分析很透彻 这两个人都是战国难得的人才 可惜啊 他们不掌握权力 掌握权力的人却脑袋进水了 陈诊在朝廷上当众驳斥楚怀王 显然是唐弊党居了 楚怀王已经被眼前的诱饵蒙住了心窍 或许他也是一心急于为楚国做大好事 以无愧于先祖 取悦于人民 得志于朝廷 在臣子的面前也脸上有光 在楚国各大家族中间 也增加王族的说服力和政治资本嘛 现在好不容易抓住张仪这根稻草 想着就可以走条捷径来致富了 可能您会问 楚怀王怎么就这么容易相信人呢 这就要看环境了 如今某些人把诚信当废物 把武耻当有趣 那是不能和古人相比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来看 当时某一个国家的执政官许诺 要割让某块土地 或是两国之间要交换某些土地 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期兑现 国与国之间要讲诚信 臣子与君王之间也要讲诚信 虽然当时是战乱年代 但是这些诚信也是紧力维护的 像张仪这样身为堂堂大国的相邦 却睁开眼睛去蒙人的事情 之前几乎还没有听说过 以后好像看的也比较少 所以楚怀王无论如何 在这个阶段是不会从这个角度 去怀疑张仪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张仪就是不诚信的始祖了 所以当陈诊说张仪此人不可信的时候 楚怀王想的更多的是 陈诊在公报私仇 朝廷之上陈诊看一时劝不住楚怀王 就说了 如果大王实在不能改变目前的决定 不如表面上与齐国断绝关系 暗中依然和齐国保持联系 表面上断绝 然后派人同张仪到秦国去 先向秦国人索取六百粒沃土 等土地到手之后 再同齐国断绝关系不迟啊 假如秦国人不给我们土地 张仪耍炸 那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啊 陈诊这主意出得太绝了 就应该怎么办 如果楚怀王听了陈诊的话 张仪即便有通天的本事 那也是瞎子点蜡烛 白费 可惜啊 面对陈诊口中吐出的赤裸裸的大石化 楚怀王还是愿意听张仪经过华丽包装的谎言 自古以来忠言逆耳 而且楚怀王显然被这种不留情面的赤裸裸的石化给激怒了 先生诧疑 请闭上你的乌鸦嘴 寡人的计划甚善 不凡一人 不费一兵 即可得六百里土地 你不必再言 你就等着看我谈判的成果 看我怎么得到六百里沃土 紧接着楚怀王马上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公开宣布与齐国断绝邦交 废除盟约 从此齐楚两国一刀两断 对于楚怀王的这种举动 其他各国除了齐国之外 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齐国楚国以前并不和睦的 楚威王和齐威王的时代 这两家总是找机会互相PK的 只是到了齐宣王的时候 在燕国一事无成 而秦国又趁机建立了秦国 韩国 魏国的联恒合作 威胁到了楚国 也不利于齐国 齐楚双方才在形势的压迫下走在了一起 而秦国和楚国两家 在以前春秋时代 那都是晋国的仇家 所以在当时 秦楚经常想互相结盟 互嫁闺女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秦国和楚国之间的关系 要比齐国要近得多 所以上一次五国罚秦的时候 楚国也没用死力去启打 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军事观察员 现在如果能够得到秦国许诺给自己的六百里伤鱼之土 楚国就能把齐国势力比下去了 而秦国人又会感激自己 好处如此之多 楚怀王不动心 那确实锁不够去 于是乎 在这种微妙的心理状态之下 张仪就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成功搞掉了齐楚的联盟 捧着楚王赏给自己的象牙珠宝之类的东西 乐呵呵地回到了秦国 当然他不是一个人走的 楚怀王还没那么傻 感情好归好 定情信物还是必须要的 楚怀王派出了冯侯丑 跟着张仪回到秦国 接受这六百里的土地 那这六百里土地能拿到手吗 呵呵 秦国有风险 用情需谨慎哪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道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道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它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